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局长提醒糖尿病患每年应定期接受视网膜检查 以及早发现病变及早治疗 避免失明之苦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室的陈永化眼科医师陈院长 他捐赠了这个一百万的眼科检查的仪器 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知道彰化室眼科医师只有三分之一的乡镇有 那另外三分之一的乡镇的民众呢 如果有糖尿病需要每年去做视网膜检查的时候 都必须周测劳顿 要比较远的地方去做检查 那现在有了这些设备之后呢 卫生局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历经的专案的一个行动眼科的专案 有专车还有这些眼科医师的团队 一起配合我们 到不同的乡镇里面下腔去做眼科的一个 巡回筛检的服务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一个捐赠眼科医器的散举 我们会充分利用这个仪器 也把我们信用经费呢 尽量投注到糖尿病患那个 眼科筛检的一个领域里面 那很感谢所有眼科医师 以来配合我们希望把糖尿病患 在我们彰化线 他眼科筛检的比喻能够逐年提升 照顾大家眼睛的健康 惠中病感谢陈永华医师爱心 捐赠一批眼科仪器给卫生局 未来卫生局将安排巡回 提供糖尿病患 视网膜筛检服务 让偏乡的乡亲也可以得到 优质的眼睛照护 最重要还是预防这一块 因为定期的检查 其实非常重要 糖尿病它最大的伤害 是因为我们的血糖太高的时候 我们的渗透压会造成改变 那会阻塞我们一些细小的血管 那造成它的破裂 甚至出血 那长心中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一些变化 那我想最重要就是说 因为现在在医疗上 有一些早期的处理方式 像你说控制血糖控制好 如果有一些病变比较厉害 可以用镭射 把这些不好的地方烧灼掉 避免它需要太多的耗氧量 然后把一些好的 那个视网膜部分保留下来 那视力上影响就不会太大 所以我想最重要还是那一句话 预防重于治疗 还希望所有糖尿病的患者 能够真的至少定期一年 要到医院去检查一次视网膜 张华县历经专案已办理15场次 共筛检糖尿病患670人 其中83人有视网膜病变 卫生局期望借由陈永华医师 捐赠眼科仪器 带动县内医疗院所提供糖尿病患 视网膜筛检的转诊 及办理历经专案的意愿 亦提醒糖尿病患 每年应定期接受视网膜检查 好好照护自己的眼睛 公益频道林俊明张华采访报道